身體和性這個東西 它在每個人的青春期開始 一直到它可能年脈的時候都會發生的 我其實把它當作紀錄性的一種拍攝 以一個平等的眼光去把它給表達出來 最早2004年吧 我自己給自己買了一個小的相機 然後就開始大量地拍攝 因為我不斷地會有朋友一些聚會、派對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我拍朋友非常有意思 以及我自己的生活 這群人相對小眾一些 生活方式比較開放一些 看上去節奧不遜的一些人 其實非常熱愛生活 大家可能經常會看到身體跟性的元素 傳統的觀念會認為 就是說身體和性必須關上門 自己在家裡面看 對我來說它就跟你吃飯睡覺 跟任何的事物都是很平等的狀態 沒有說以一種窺探、窺視以及好奇的那種視角 去觀察它們、去拍攝它們 可能我有時候會翻箱倒櫃 很多日常的東西 花的床單、菠蘿跟身體結合在一起 色情它只是讓你引起器官上的一個反應 情色它可能更多的是讓你有一些聯想跟思考 那個紋身是我隨機給它寫上去的 叫Breath 呼吸 其實這是在我家裡面拍的 女生的腳是架在男生的肩膀上 但是你看不出具體清淨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這個聯想空間就留給觀察自己去想像 自由放蕩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就是青春年輕人必須有的一種狀態 我這些年輕人有大量的旅行 大海、山丘、紅土、高坡、雪山 偶爾我會植入一些身體的元素在裡面 像有一次我去馬達加斯加 那我去到一個叫Racinge 它是一種亞旦地貌 這是紅色的圖 去到那邊我覺得 我必須要拍攝自由狂奔的那種裸露的身體 在紅衫裡面 我到現在幾乎每一天都會戴著相機 其實像這種拍攝 基本上是我的生活的經歷 我在經歷什麼 我在拍攝什麼 我到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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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到了 我到夾了